歡迎收看尼熊老師 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介紹指數率 那指數率現在在新課綱裡面會被分成兩個部分 一開始在第一側只有很簡單的介紹一些指數的概念 和對數LOG的符號的概念而已 那我在這裡會把所有指數和對數的章節內容都錄成一整集 然後會把第一側範圍裡的另外在標題標註 就是第一側適用這樣子 所以看的人呢 如果你今天是高一的學生的話 你可以只挑第一側適用的部分來看 像比如說這個現在這一集就是第一側適用 指數率一開始的介紹 這個國中就有教過了 所以我們很快的看一下 同底數相成的時候 指數會相加 如果有學生還不能夠記住這件事情的話 國中沒有學的太精熟的話 那在這裡呢 其實你可以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2的2次乘以2的3次 那是2乘2然後乘2乘2乘2 那就變成2的5次 所以它就是幀數相加 不過我們應該是大量的做過類似的計算了 在這裡呢 同樣同底數相除的話是幀數相減 一樣你可以舉一個例子是 2的5次分之2的2次 那它就會是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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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乘2 去這個分之2乘2 然後約分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所謂的約分是不是就是把分子分母的次數一起少兩次 對不對 那這裡呢 就有出現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 就是1是任何數字的0次的這件事情 它可以從我們的這件事情推論出來 因為1本身是a分之a 那所以說1到底是a的幾次呢 如果本來你不知道的話 現在可以跟你說它是a的1-1次 所以就是0次 所以1是a的0次 所以如果你國中在學指數率的時候 仔細看課本 它對於指數的定義 a的n次 它不是只有寫 a乘A乘乘乘乘乘乘乘 它不是只有寫這樣子 對於指數的定義 它會在前面多補一個1乘以 就是為了要就是說 如果都沒有a的話 不是沒有東西喔 如果都沒有a的話 如果a0次的話 是1這樣 那可能有的人會想說 那就不要加這個啊 不要加這個 就都沒有a就當初都沒有就好啦 那這個其實是所謂的 數學的知識的自洽性 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今天這個知識 可以運用到各個地方 然後自己跟自己在計算的時候 不會矛盾 所以我們為了要讓後面的計算 不會出現說 A跟A約掉了 就沒有a了 可是應該是1啊 那怎麼會 那怎麼會是0呢 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設定說 這個 A的0次是1的話 那麼最原始的定義這裡 就多乘一個1這樣子 好 那 講這些也是為了讓學生 更快的吸收起來 A的0次是1 如果同次方 剛剛好有這個 A的N次乘B的N次 會變成A乘B的N次的特色 如果你前面這兩個次方沒有一樣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合併的那麼乾淨 舉例來說 如果今天是2的平方乘以3的3次 那會變怎麼樣 那會變成2乘2乘3乘3乘3 那你這兩個可以合併 這兩個可以合併 他會變成6的平方 但是你還是會多一個3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一定要前面的次數一樣的話 像剛才這裡 如果我是這個寫成兩次的 那這個沒有了嗎 對不對 你是就會看到說 2的平方乘以3的平方是6的平方 好 同樣的呢 分數也可以這樣做 2的N次分之3的N次 會變成2分之3的N次 於是我們就來看到這裡 A的導數是A的幾次呢 如果你本來不知道A的導數是A的幾次 那你現在就可以在這裡看到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1是A的0次了嘛 所以它其實是怎麼樣 A的0次分除以A的1次 那根據這個指數率的定義 它會是A的0-1次嘛 所以是A的-1次 那這樣子的計算呢 就是說導數就是-1次 在這裡記起來 導數就是-1次 我們的這個A並不限定於整數 也就是說 2分之3的-1次是3分之2 可以嗎 反過來說 3分之2的-1次也是2分之3 導數這種事情是負為導數的 所以4的-1次是4分之1 而4分之1的-1次就是4喔 可以嗎 所以你看我們在學科學記號的計算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這樣子嘛 說什麼 10的-2次分之 比如說這樣子 那它在分母的話呢 它其實是怎麼樣 到分母裡面有一個分數 它是1分之1的分之3次嘛 所以它其實是300 這樣子 我們會說這個等於是你把它 拉到後面來寫 它會等於是3乘以10的平方 可以嗎 好 那這裡呢 很關鍵的一個指數率 A的N次的M次是 A的N乘M次 我們在這下面多補充一件事情 2的平方的3次 2的平方的3次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它是2乘2平方的3次 所以是 2乘2 又2乘2 又2乘2 3個2的平方乘在一起 所以變成是2的6次嘛 好那 所以A的N次的M次 是A的N乘M次 A的N次的M次 和A的M次的N次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好這也常見在跟 我們的這個次方和 和根號或者和這個 倒數的計算 我們剛剛講到說 倒數是負一次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今天我是 3的平方分之1的話呢 那它其實是所謂3平方的倒數嘛 那我們剛剛講的它是3的負二次 也就是說它可以寫成3的負一次的平方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3分之1的平方 那你就會發現說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先平方再倒數 也可以把它先倒數在平方 然後我們來看到根號 這也是很多人會忽略的 這帶股東也應該要學到 根號是A的2分之1次 那為什麼根號會是2的2分之1次呢 我們可以從根號的定義來看 什麼是根號 這也是有的學生會漏學的一件事情 所謂根呢 root 追根究底 它就是答案 方程式的答案 它就是方程式的解 在英文裡也是這樣子 那這個平方根 square root 它就是如果有一個數字平方的之後是5 那個數字是什麼 的答案 就是說根號 它的平方會是5 現在已經學到高中了 剛學的時候可能 國中剛學的時候可能會覺得很混亂 其實就是一個新語言 一個新語言 一個新符號 這個符號用來表示 有一個數字平方的之後會是5 這個數字其實應該是2點多嗎 因為2平方是4嘛 3平方是9 它是2點多 那這個 但是我們不會每一次都講說 有一個數字啊 就是那個2點多多多 或者說有一個數字啊 就是平方完是5的那個數字啊 都太麻煩了吧 所以我們約好 對於這個平方完會是5 自己乘自己之後會是5的這個數字 我們叫它根號5 用一個新符號來稱呼它 所以 根號5平方完之後一定會是5 因為這是它的定義 可以嗎 這是它的定義 所以我們 那根號到底是幾次呢 我們從這點就可以知道 根號A 平方完之後會是A 那如果我假設 根號A自己本身是A的三角形次的話 那也就是說 A的三角形次 平方完之後是A的一次嘛 你就會得到怎麼樣 這個根據指數率是A的二三角形嗎 所以二三角形等於一 三角形等於二分之一 所以 根號A是A的二分之一次 那 這個是 因為我們的這個根號是二次根號 二次根號 可以寫一個小小的2在這個勾勾裡 但是通常都忽略不寫 不過你就可以了解到 如果今天是三次根號 三次根號8 這是2 它就是8的三分之一次 這樣可以嗎 所以如果是M次根號的A的N次的話 它就會是怎麼樣 A的N次然後再M分之一次 所以它就會是A的M分之N次 可以嗎 好 我們剛才的這個推論過程啊 就是這個 如果你把它設為是 A的三角形次的話 那你把它平方了之後會是A 這個你可以自己注明在上面 如果你比較不熟 多寫幾次你就比較能夠吸收起來 那因此我們來看一個計算 如果今天根號 裡面有2的5次的話會怎麼樣 那你就會發現說它是2的5次 然後 然後 2分之1次嘛 所以它是2的5次 那我們重點還不在這裡 重點在於 它可以換算成我們剛剛說的 它是2的2分之1次在5次嘛 也就是說 它其實也可以寫成更號2的5次 可以嗎 所以這樣子的這個計算要會 好的 那對於一個大致上上面講的指數率的 概念大概有懂的人來說 到進入到高中課程的時候 他還需要特別掌握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對這個 道理的快速的轉換 就是這個 A的N次等於B的話 A會等於B的N分之1次 好 我們說2的3次 是8 所以2是8的3分之1次 相當於我在等號兩側同時開了 N次更號 所以這個N次就兩邊一起 次方就一起除N這樣子 次方除N就是開N次更號 同樣的 如果A的N次等於B的M次的話呢 那麼 這個A會等於B的 一樣一起開N次更號 A會等於B的N分之M次 可以嗎 好的 我們學指數率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一切都要按照邏輯 指數率去推論 好 很忌諱的就是說 我可以理解就是說 學生學數學有的時候累了 會讓自己去尋找他以為有用的 簡單的記憶的方式 是不是就是怎樣 但是這些記憶的方式如果是把數學圖像畫了 是這個很容易錯誤的 也就是說他可能以為 ㄟ ㄟ 根號 根號2乘根號3 根號6 這樣 這個我知道 那根號2加根號3呢 是根號5嗎 不是根號5 他就是根號2加根號3 他沒有辦法被改寫成什麼 你知道嗎 我的意思是說你不能夠圖像畫 說這就是乘起來 沒有說就是可以 阿那為什麼這個就是可以 阿為什麼這個就是不行 不是就是可以 而是怎麼樣 一切從指數率來 我們來看 根號2乘根號3 他是什麼 他是根號2是2的2分之1 根號3是3的2分之1 這是前面學的這個 A的N次乘B的N次 是A乘B的N次 所以他是 是 這個2乘3在2分之1次 所以他是根號6 所以說 就是一切呢 能夠用指數率解釋的 才會是對的 不要憑感覺 也不要憑圖像式的去使用它